字幕 李宗盛 劉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電影少女洛宁 你們知道就要開學了嗎 我們的暑假 巴鈺已經結束進入九月了 NO 妳要去哪 妳要去哪 Yo 好啦 就是大家還是要冥的現實對不對 已經進入九月了 那大家就是要期待開學啦 那洛宁今天就要帶給大家三個APP 陪大家一起開開心心的開學喔 那這三個APP呢不僅對學生非常的實用 連對上班族也非常的有幫助喔 好那開學了是不是有很多演講要去聽呢 那很多他也會不會跟洛宁一樣都不喜歡帶紙跟笛呢 不過沒有關係 現在有一個APP叫做NoteLedge Cloud 這個APP裡面不僅有寫字跟打字的功能 它還可以有錄音跟錄影的功能喔 好那如果來不及抄了筆記呢 你可以透過錄音的方式把它記下來 那覺得特別重要的地方 你也可以用錄音的方式把它存到筆記裡面喔 那更特別的是有些筆記需要透過表格來記錄 那你也可以透過新增表格的方式把它記下來喔 那以上的幾個功能呢 你以前可能會在不同的APP裡面看到 那現在NoteLedge Cloud就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在學期中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行程表 例如上課的課表 補習班的課表以及打工的班表 那不曉得你們都是怎麼安排的呢 那若您最近發現了一個很棒的APP 叫做Timetable Kit 那它可以幫你更有效率的統整這些行程喔 好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進入APP之後 到左上角的添加時間表來分類你不同的行程 那在每一個行程表中呢 你可以透過拖曳的方式來新增重要的事項 好那不同類別的時間表你可以透過左右滑動的方式來查看 那如果怕這幾個時間表彼此衝突的話 你可以到堆戰時間表來 這邊把數的時間表堆戰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彼此有沒有衝突啦 那接下來介紹的Dropbox呢 根本就是小組討論必備的萬用工具啊 那以往我們在使用Dropbox的時候呢 不過還有就是儲存以及分享 那在更新之後 你可以到檔案的右下方這邊 的對話窗 去輸入你組員的E-mail 那輸入完之後 系統就會記憶封信給它 告訴它你們可以在這份檔案下面 直接做留言與討論 好 那如果討論到一半發現有錯的話 可以按這邊 然後下載Microsoft App 那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做修正與編輯囉 雖然很不想面對開學 但是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那希望今天介紹的三個App 對大家開學都有幫助喔 那就跟諾琳一起 開開世界性的期待開學吧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